9月1号高中以下即将开学 台北市110学年度第一学期 公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会议 首度采取线上举办 因应未来疫情发展 会议中进行教学模式讨论 将规划多元性混成教学模式 供学校参考应地质疑 他们是按桌来轮流到校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上午是到校 然后下午就全部演技学习 为什么 这不用吃饭了 因为吃饭可能就会张开嘴巴 这也是一个群聚 很可能是会破破的地方 疫情改变教学模式 台北市也将成立第一所实验网络高中 预计在111学年度进行招生 第一学年预计招收60名学生 才70%线上课程 30%实体课程 那我们招生一定是招60名 希望是在北北基的这些高医的新生 那60名 这些孩子大概是自主学习比较强的 建中北医的孩子 有10%到20%的孩子 他的自主性蛮高的 尤其学校的课程 因为比较是统一的模式 也许没办法满足他们需求 当然除了建中北医之外 其他学校也有一孩子 自主学习的风格比较强烈的 我们也要提供一个另类的教育模式 让我们做参考 会议中还针对教育旅行 开学分流措施 防疫物资准备 以及自聘外师等 尚未施打疫苗 学校快筛经费不足问题进行讨论 总共有公私立高中职 国中特教学校校长 及国中后用校长等 约200位教育人员参与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